嗡嗡嗡 小蜜蜂来做工 它们的家不在野外 而是校园 旁边的养蜂新手远东科大的学生们 两个月来收获不少 植物都需要蜜蜂去授粉 然后它对环境也很重要 如果蜜蜂消失了 可能很多食物都会消失 改良的话就可以让农民更好养蜜蜂 是好的 可以帮忙播种 传统蜂箱整片采集容易伤害幼虫 而学校改良蜂箱分上下两层 利用蜜蜂上层除蜜下层玉子的习性 现在采蜜时只需拿取不含蜂用的上层 现在做一个抖蜂的动作 不是所谓的蜂农那种专业人士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点发一种适合一般民众 沐蜂的一个方式 从事教育23年 陈一谦老师两年来 积极与在地蜂农接洽 盼能提高农业产值 也教学生回馈社会 结合这样子的环境教育 协助我们地区的一个蜂农 跟农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很需要蜜蜂来帮忙收回 给他们一点观念 他来关心这个自然界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农药滥用和气温上升 导致蜜蜂漆地逐年缩小 师生联手改良蜂箱养蜂 为生态循环进行力 大约新闻续程 郑瑞萍台南报道 的最重要的 种组物 赢用 这里 操作